字幕 李宗盛 逛街的話呢會是這條主要的道路 對面的話呢都是店家大部分都是9點才開放 那小高鐵等一下會先帶各位參觀五大堂 至深門收島最有名的一個列入這個四鐵魚場的一個小葡堂 那當然再往前面走一點的話這邊是搭船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想要另外呢要這個付船票搭船的話呢 他會載各位出去沿港的繞一圈差不多30分鐘 30分鐘的車站可以看到126個不同的島色的風景 那他的特別的地方就是這些岩石島上面呢 都是自然產生的松樹 所以日本人很喜歡松因為松其中一個它是代表長壽 那松的話呢又是好事情降臨 能夠自然在這些岩石壁上長出來的松樹 其實就是這邊最特別的畫面 所以把它列到日本的山頸之一 所以這個畫面其實要搭著船才可以看得到 那剛才講到這個我們的福福橋呢 過去呢就是到我們的福福島就是後方的那個橋樑 也是很漂亮的拍照的景點 那要吃一些好吃的海鮮系列的話呢 他這條路往上面走 這邊過去呢會有一個叫做伊達鎮宗的這個歷史博物館 他後方呢有一個魚市場 還蠻容易便室的一個建築 它是一個鐵皮屋 尖尖的 它裡面畫這些魚市場 如果對於吃的東西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移動 那小巴繼續我們再往下移動囉 斯卡西巴西的後橋呢 其實這個走出來找呢 沒有這兩塊木板 這兩塊木板是後來才加上去的 那為了第一個當然是行走的安全 但是呢 以前人在禁遇到參拜這個福堂的時候呢 其實是要保持到尊敬的心態 在過橋的時候呢 不能走得像這個 很像那個小痞子一樣 所以走的時候呢 會看得到 各位往下可以看一下 下方呢就可以看到他們的這個海線 所以在走的時候呢 其實要保持一個敬畏的心態 一方面是進去在參拜的時候呢 可以沉浸我們的心靈 一方面的話是對於佛 這個他們在參拜的時候呢 會有尊敬的心態 那我們就這邊跪給我囉 我們在參拜的對象呢 就是不動明王 所以這個角色呢 我們過去在台灣的佛教 其實也知道 那當然想要不個人是基督教的 所以佛教相關比較深入的介紹呢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介紹的太多 但是不動明王裡面裡面有五尊的佛像 那他會在每30年呢 才出櫃一次 他是曾經是關在櫃子裡面的 不是那個出櫃的意思 所以傳說中呢 只要是參拜佛堂呢 每30年出櫃一次 你看到三次的話呢 代表你這個人生呢 其實你也很長瘦 你也過了90歲了 所以是一個吉祥的象徵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建築的形式 武道庞為什麼是最特別呢 那說日本人呢 中國的文化傳起來非常的多 包括到佛教也好 那日本的十二生肖 其實他們叫做天干地支 所以直丑一毛呢 就是他們的這個屬牛虎兔 那五大堂的話呢 整共四個面向 等一下呢 眼睛細一點 可以觀察一下 佛堂的每一個面向呢 都有三隻的動物 那就是當初他們在切算 十二個時刻 一點兩點三點四點 一直到十二點的話呢 有不同的面向 所以三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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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是十二隻十二生肖 那每個動物的話呢 雕刻都非常的精細 那包括到整體的建築形式 是當初在四百年前 一千六百年 陶安時代的建築 那陶安時代那時候呢 就是他們的戰國時代的年代 所以各地被群球分割 那剛好東北的這個區塊呢 就是我們在地的郡主 叫做伊達鎮宗 他的老家就在後方 甚至呢在這個市區的附近呢 也有一個叫做清夜城 是當初他建立的城堡 那當初呢 他也是信奉日式的佛教 所以呢 在這個五大堂裡面呢 伊達鎮宗也曾經造訪過此地 所以對於日本戰國時代歷史 有興趣的朋友的話呢 這邊一定要來留著一步 那一般平常的話呢 那五大堂是不開放的 就是只有30年的時候呢 他才會開放一次 等一下大家可以沿著 轉換一圈 這邊開下這個不同的面貌的形式 那再額外的幫大家介紹一下 日本的話呢 這個十二生肖 其實每一隻的動物呢 都有他們自己 太表性的特殊的意義 首先大家有知道 動物有分好跟壞嗎 大家對於這個十二生肖裡面 哪些動物是好的 哪些動物是壞的 有沒有什麼想法 覺得蛇生虎是不好的 覺得龍是好的對不對 老鼠也不好 老鼠也不好 但是對於日本人來說呢 不好的動物呢 是有兩隻 一隻呢叫做牛 一隻叫做虎 虎跟牛的這個方位呢 剛好是對於日本以前呢 俗稱叫做正相的時間 跟背相的時間 也只是陰跟陽 所以虎跟牛 各位有一下去過北海道 北海道的這個溫泉地獄谷 有沒有看過它的那個大鬼 日本的童話故事裡面 陶太陽去打的鬼 長什麼樣子 紅色跟藍色 那頭上呢都長牛角 啊稱上P什麼P 虎P 所以虎跟牛的話呢 是鬼的象徵 那是不好的動物 那相對呢 對於這兩個時刻的對角對象呢 另外三隻動物呢 是正義的象徵 知道是哪三隻動物嗎 打鬼的那三隻動物 陶太郎號稱哪三隻鬼 狗 猴子跟雞 這三隻呢是正義的動物 狗代表忠誠 雞代表勇氣 猴子代表智慧 所以陶太郎要截取這三樣東西呢 才有辦法去打鬼 那如果再稍微窄一點點 各位有看過海賊王的漫畫嗎 沒有 竟然沒有 這句話講不下來 有有有有 海賊王呢這個 有一個裡面叫做海軍的本部 海軍裡面的話呢就是軍人 海賊王的海賊王 那三大將 就是青蛇 雞 黃原 猴子 刺群跟狗 欸 對對對 那三隻呢就是陶太郎裡面的動物 那再來呢 第四隻跟第五隻呢 出來一隻呢 叫做藤虎 以及綠牛 是最近還沒出來的 那兩隻就是壞的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在漫畫裡面呢 其實也都有延伸 這個是比較窄一點鄉民的研究方式 哦 其實這些東西在日本的漫畫 現在其實在慢慢的推廣中 其實往回過去歷史呢 其實一些東西 都會最植入在這個漫畫裡面 哦 所以這位的作家呢其實很厲害 他還有很多很細的東西 有這個關於喜歡漫畫動漫的 可以再找想到深度聊一下 突然發現好像這個話題繼續不下去了 哈哈 我們昨天穿製品沒有麻煩找到 每天在穿 因為昨天 母火也了 這個第一天穿製品 唉 我們還有一件很久 一件 大概 對 對 我們還有一件很久 一件大約 對 像是 吧 你 你 有沒有 我們還有一件很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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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